中文字幕-R Nummer 4 子敬然 Things are domestic esquecome 然後我們從早上7點到晚上9點都是賣拍子 任何時間進來都可以享受美食 大家好,我是舒逸霞 我是公和豆瓶厂第四代传人 公和已经有差不多100年的历史 我们在深水埗这个地方 就65年的历史 所以我是第四代 我爸爸就是从1997年 就是开启经营这家店 我们都平常主要是卖豆腐、豆浆、豆花 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腐乳 其实我们的东西卖的东西 全部都是跟黄豆有关的 我们厨房是非常的繁忙的 把那个泡好的黄豆 就是放进石膜里面磨 磨成了豆浆之后 我们还要过滤把那个豆浆滤出来 我们是蛮坚持用明火 我们现在厨房是消那个煤气的 我们是用明火把那个豆浆煮到100度 然后再把豆浆跟那个石膏粉混在一起 师傅他们会把那个豆腐放进去 我们用木 那个一个个木的箱子里面 然后压水 压了大概半个小时之后 就会成为你们大家看到的 就是一般一般的豆腐 这道菜是鲫鱼豆腐 我们第一个情绪就是先把制作好的豆腐 要把它切成一个个小的豆腐 然后呢 我们同时把那个鲫鱼肉 放在每一个豆腐下面 然后放进锅子里面 就是煎一面 然后再反过来 再煎另外一面 然后这个就是煎一样豆腐 豆腐的话呢 我们要把豆腐 鱼肉 鸡蛋 还有橙皮 带头菜 混在一起 然后把这些食材都放进去 然后再放在锅子里面炸 最后呢 这道菜就是黄金鱼腹 我们就是先把那个豆腐跟鱼肉 葱 鸡蛋啊 就是橙皮这些材料混在一起 我们放在一台炉里面 然后把它弄成一个一个煎饼 然后再把它放进锅子里面炸 这个鱼肉豆腐 这个呢 就是你吃一口的时候 你会吃到淡淡的那个鱼的青铁 还有跟那个豆腐混在一起 一般呢 我们客人都会加这个酱油 加一点点酱油 配这个豆腐 这两个的话呢 这个呢 这个豆腐是比较特别 就是它外面是比较脆的 然后它里面是很软的 所以你就是放进口里面的时候 你会同一时间感受到两种口感 比较很脆 然后很软的样子 最后呢 这个黄金鱼腹呢 我们有加那个葱在里面 所以你吃的时候 你不单只吃到那个豆腐跟鱼肉 还有吃到那个葱的香味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在1997年 我爸爸就是刚开始经营公合的相片 你会看到当时是蛮简单的 就是卖的东西没有现在那么多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过去30年的时间 其实经历的非常的多 我们这边很多老朋友啊 他现在回来吃东西的时候 他都是两代三代人一起过来吃的 然后他们很多都是认识我父母的 都是我爸妈很好的朋友 他们有一些是住在这个小区 但是可能啊 因为他们把旧的房子卖掉 然后他们搬了去新的区 在很远的地方 可能要坐地铁大概一个小时 他们都会专程做车来到我们这边吃东西 然后跟我们聊一聊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家店 我们卖的东西不单只是味道 我觉得是香港一份人情味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 不单是就是在努力去把这个东西弄好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 把香港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人情味延续下去